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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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的每一堂课你会因为讲完佛陀 你知道就到四个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是有关我们主角的文献 那一个部分讲他的生平 一部分讲他的思想 一部分讲他深厚的发展 像现在开始 是要从孔子开始 那有关五个圣者 我大概 我大概比较熟悉的就是孔子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熟悉 我一开始跟几乎所有人一样讨厌孔子 就导致很无聊 但还比孟子好一点 孟子超级无聊 讲话讲那么长 背都背不起来 孔子还好 我们都选了四句 君子不弃 子以四教 越简单越好 所以后来当然 会研究孔子跟我见到的世界 越大也有关系 当然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国外 人家就觉得你是中国人 这中国人是指文化意义的 在我念书的时候 大陆人出国的很少 所以我们讲中国人 基本上就是讲中国文化的意思 不是Chinese Nationals Chinese Nationals是中国的国民 那现在中国国民在世界上 大概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我们那时候的Chinese是非常广泛意义的 包括新加坡来的华人也叫Chinese 香港的都是叫Chinese 华侨也叫Chinese 所以我们那时候讲中国文不是太大的问题 现在讲中国人有人叫西班尼这样 这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世界 那这个有关 你就到国外去以后 人家觉得你是中国人 所以你大概应该对孔子有了解吧 因为西班人大部分人对耶稣 多多少少都还知道一点 就是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知道一点 我发现我对孔子知道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人家说 哦 你不知道啊 我们教论语 没教孔子生平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抱憾 所以这一阵子 我就说我们在9月28号 与其再去从那种古里去 让大家纪念孔子 不如每一年演一个什么戏来纪念孔子啊 叫小学生来排啊 叫钟学生来排啊 孔子的故事那么多 那么有趣 为什么不能排一个 让大家看得懂的 让大家认识文语呢 我曾经接触一个团体 各位可以看一下 YouTube上有 叫莫比斯圆环公社 莫比斯圆环就是一个环 怎么样可以无限的那环 你查YouTube 他们永远一天 演了孔秋这个戏 很短啊 大概只有十分钟不到 我看一个非常感动 啊 可以这样子玩 简单地讲啊 他们就拿了树枝 去捡的枯树枝 他让你玩的时候呢 就你一个人先找到那个树枝的平衡点 你就这样子 顶着那个树枝 因为树枝不是原子笔 原子笔你很容易就找到平衡点 树枝因为它的枝干 所以你要找到树枝平衡点 真的很容易 但是很容易就静下心来 因为你得专心地找到那个平衡点 有人找到快一点 找慢一点 但是你想那个平衡点 找到以后 你得让它 比如说 规定三十秒不掉下来 那至少他最后三十秒的 心就会静下来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吧 等于讲 然后完了以后呢 好 同一个树枝 那树枝通常要三十公分以上 你跟你旁边的人 两个人各用一根手指头 顶着那个树枝 然后不让那个树枝掉下来 但你们两个要动 譬如说我就跟他 我们两个就顶着树枝 他开始动 配合的动呢 我们还有默契 不能讲话 不能说我往前 你往后 不能讲话 你就要让他动 但是树枝不能掉下来 我们两个手 我的这边 他的那边 就要这样顶着那个树枝 这是两个人协调的默契 很多 他们好像是用了一个亲子关系 爸爸跟 爸爸妈妈跟小孩 派两个人出来玩 好 你们全家出来 你们全家多少人 就少一个 就拿了树枝 全家平衡 然后围圈圈 然后动 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 我最感动的 所有参加活动的人 大家围成一个圈 当然不算太大 因为他们在孔庙做 就在孔庙大城殿前面的那一块广场 不是跳815那个台子下面 我一个圈 每个人拿着 就拿两边的手 中指 顶着那个树枝 然后动 不这样停啊 就这样动 然后随便你怎么动 所以有的这边高 这边你就两边得找到你的balance 非常奇妙的 没有人把树枝掉下来 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这是太有趣的活动了 所以我到处宣传这个活动 我曾经跟他们合作 想说可不可以到学校去演 出一点钱什么的 但是后来好像不太有这个机会 就非常非常可惜 好 那这次先说明一下 我觉得孔子可以办一些活动 所以你们的作业 才是要一组人去办活动 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 我刚刚讲了一些 你们可以考虑去办这种活动 看找多少人 然后找多少树枝 去办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先来谈这个 研究孔子 其实研究任何人都一样 只是说这个 我做的比较细一点 就有真伪的问题啊 作者是不是真的作者啊 论语里面孔子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就是孔子说的话啊 还有有人误以为 孔子说的话只在论语里啊 并不是 时代的问题啊 有人说论语是被这篡改过的了 那哪个地方是篡改啊 还有内容的问题 论语有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 后来又变成一个版本 然后最近大陆发现了一个坟墓 叫海昏猴的坟墓 所以里面出现了齐伦 还是古轮啊 那个那个可以恢复我们的版本的那个 但是是很完整的吗 还不知道 因为整理这种考古的遗物要花很多时间 有的时候要花三四十年以上 所以搞不好我都看不到啊 然后另外还有文献真伟 是部分是真的还是全部是真的 还是全部是假的 有这个问题 然后通常的通病啊 就有错字的问题啊 就在各国语言都一样 眼文就是多出来的字啊 缺文就是少的字 错简就摆错地方啊 中国以前是竹简 竹简如果没有完好 可能有一根就摆在哪里了 然后就会错简 那个上下文有时候读起来就不太对 然后错简间眼文跟缺字间眼文 还有字序可能颠倒 语法上跟我们可能不太一样啊 所以就是也现在都还有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啊 像我们在台湾都讲道地 这个东西道地 在大陆要讲地道啊 这很地道啊 那我们是道地 你看这个也是我刚去有几个字 就觉得哎 他们讲的跟我们不太一样 意思听得懂啊 那文献的通病 只要根据梁启超的说法 孔子的事迹很多 然后要必须谨慎选择 像孔子嘉与孔丛子 资料很丰富 但是都是魏京人的伪作 这是在民国初年的一个看法 最近几年这个有关伪作的看法 已经不太一样 在民国初年因为有考古的问题 有所谓这个遗古学派的问题 认为古时代都假的大雨呢 相传存在的大雨 其实是一条虫什么之类的啊 就各种很多现在看起来 非常荒诞的说法 他们反而觉得 当时的有些说法是荒诞的啊 所以这个不能相信 这是梁启超的说法 那历代文献 这个梁启超的说法 是孔子的著述以外 还有别的书 可以补充孔子学说的研究的资料 那很多人 当然这个狠没有打错 因为他们那个民国初年 有些字啊 常常还不太统一 这狠就是其中一个 得是其中一个 但是有人就是要写 那个到底的那个底 当成得 在五四的时候 今年是一百周年 台湾大概这几年 真的是不太管理 这去中国案彻底 以前今年一定从开年 就开始注意 要谈五四一百周年 今年我没听到有多大的声音 那要谈五四的话 就会有这个时代的问题 在五四时期 我们现在用的女性的她 女字旁的她 在当时还没出现 那时候说 要不要用 那女人的她怎么办 有人就说 那就说一样啊 男人的她 你不是也都是人字旁吗 为什么到了 她要来一个女字旁 难道你也要一个女字旁吗 你后来用的女字旁 这是当然 那我也要来一个女字旁 变蛾 长蛾的蛾 男人就是蛾 女人就是蛾 我就不必了 男人那时候有很大的讨论 有人发誓 他这辈子绝对不用她 女字旁这个她这个字 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据说他终身 真的没有使用这个字 但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通了 这在一本书 叫她字的文化史 一个大陆学者写的 写得非常的好 而且有趣 当然我觉得有趣的东西 你们未必觉得了 好 那这个第二个 他说有《论语》是一个啦 《礼记》啦 《礼记》里面有记载很多 《论语》里面有记载孔子的 或者孔能的故事 《春秋三传》啦 就是《左传》 《公阳、古梁》 《孟子、荀子》 《史记》啊 这后面表现还有很多 那在讲义里面 都有后面的部分 我们这个PowerPoint 为了减省一下 所以并没有 PowerPoint 通常都可以上网 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将来放上网以后 中国大陆的学生 有人告诉我 中国大陆的学生 告诉我 他到台大 开放式课程网站 基本上是不用翻墙的 他们看YouTube有点困难 但是如果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汉朝以后的书 这是你要研究孔子可以看的 那钱穆先生帅是研究孔子的权威了 他说孔子的圣品言行都载在 都记载在门人子弟所记的 然后经过再传三传 然后结成论语一书 我这个做法是 这个应该已经弄错 对 这是一个波折号的 这也是民国初年讲 书云符号的时候 我念小学的时候 书云符号碰到书名是要在波折号 那后来中国大陆的朱云符号 也被台湾很多人采用 所以就用了两个箭头的那个符号 所以你看一些老一点的书 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大概八零年代以前 甚至九零年代以前 台湾出版的书 都还是用传统的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 除了这个句点斗点以外 还有这个书名号 破这号什么 还有人名号 反正人名都要 以前我们写作文 有孔子 你喜欢孔子两个字 还得划一条线 直线 然后这是波折号 顺便说明一下 因为前部这本书 是比较老的书 它是2001年后来的版本 原来版本很老 所以我就跟着这样做 那像孟子啊 春秋公羊啊 古梁 小代理记 这种的谭公租篇 还有世本 这也是书 孔子嘉宇 大概三十多种 然后后来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结合了各种材料 要称为孔子世家 所以变成是孔子 纪念孔子生平的第一篇传记 这个弟子也打错了 好 那大陆学者 曾经文在2004年的一本书里面 他说有关孔子的文献记载 有先秦的两汉的唐朝以后到清朝文献 他列的非常细 我讲义也列的非常细 但这里面我只好截略一点 这个先秦文献包括论语啊 包括左传 包括国语啊 包括庄子的天道篇 有讲到孔子跟老子见面的问题 那时候讲老丹 很少人讲他是李尔 因为如果姓李的话 应该叫李子 不叫老子 那天地天运山目大宗 诗歌篇都有 那莫子呢 就有飞儒篇 莫子是莫家反对儒家很厉害的 韩非呢 是法家 基本上是从儒家衍生出来的 那有五渡篇 五种虫 渡虫 外出所有的左下篇 跟显学篇 都有关儒学的记载 尤其在国时期 所以这里面他有讲到 这是传播的第一个时期 就先秦时候 保存孔子传说 主要是上层社会的思想家跟史学家 那这个时候也是百家争民 儒家学说虽然有很大影响 并没有得到独尊的地位 你大概念历史都知道 独尊如素的是董仲书 所以那是到汉朝 汉武帝以后了 因此呢 这一阶段文献 孔子传说很少 虽也有赞扬孔子的好学 博学跟知理 但孔子还远远没有被神话 不少传说对孔子还持否定跟批判的态度 即使是论语的传说 也不是一味的抬高孔子 孔子记载非常的平实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时期呢 与孔子生活相近的时代不远 这一致打错 同时呢 孔子的后学的著作 又记载孔子传说 不能发生比较重要的作用 孔子的后学就是讲孟子 寻子 然后举一些有信史的成分 历史学家跟哲学家比较重视这一时期的孔子 孔子传说的资料 往往把它视为研究孔子生平 或看到孔子思想的信史 可靠的历史 加以使用 所以很多人强调 你要念中国的东西 最好念先秦的东西 因为比较前面 没有被独尊 所以还有很多意见可以自由地表达 一旦被独尊了以后 所有东西都只有一种说法 这对思想来讲是一大弊病 好 那另外一个是两汉未尽的文献 礼记里面 谭公上下还有摄意讲摄 孔子非常重视摄箭 摄箭目的不在于摄重靶 而在于摄箭的整个过程 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你要怎么样 那整个是一个身心 调到一个很正常的态度 你看那个奥运的射箭 你说的多难吗 这个原则应该每一个射箭队都会用 但是还是有人射不到啊 所以这个射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 照到你现在 机器人会射的比较好吗 我很怀疑 现在当然有机器手臂 百战百步穿扬 第一把剑射靶 第二把剑把第一把剑的那个剑给射批了 第三把剑 第二把剑跟第一把剑的剑给射批了 你看有没有这办法 这漫画里面有可能比较容易 另外一本书叫《韩世外传》 有好多故事 《韩世外传》基本上是一个故事集 那《史记》呢 就是孔子释迦跟仲尼弟子列传 最近又看完了一本注释 那《汉述的五行志》 有讲到埃公调虐孔子 还有景氏川阳 川景霍阳 跟陈侯问树甚至之史 故事在别的地方也有 还有一个书叫《孔虫子》 以前都认为是尾书 那还有东汉的时候 王冲写的《论横》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相驼七岁教孔子》 这个《相驼》 这是传说 因为罗语里面没有记载《相驼》这个人 说这个人的小孩多聪明啊 七岁了 他的学位就很高了 孔子还跟他学 我觉得这一定是开玩笑 孔子那么勤学的人 这大概就是孔子喜欢跟小朋友聊天 大概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就像我喜欢跟小朋友聊天 我每次碰到小朋友都装笨 装到非常非常笨 然后小朋友受不了 他想说哪有那么笨的大人 他就知难而退 他还累的躺在沙发上 通常大部分人是被小孩搞到累 我碰到小孩都是小孩被我搞到累 我常常问他们一些奇怪的问题 孔子将死呢 这一秤 因为汉朝有所谓秤伟之学 就是那些鬼怪啊 怪力乱神的东西 那这个孔子是不说的 但当时有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说孔子 那另外一本书叫秦超 孔子嘉宇 孔子嘉宇因为习近平主席 到了好像山东吧 哪里 然后就好像说了一句 这本书很重要 所以这本书忽然间就变得很重要 然后研究这本书的学者 杨朝明先生教授 就也注解了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变大麦 其实这本书本身就蛮重要的 那如果不是梁启超 他们那些人在民国初年说 他是一本尾书 其实记载了很多孔子的故事 所以我们讲如果说不去特别强调他真假 那就是用故事两个字可以交代过去 如果要证实他真假 那真的我觉得现在没有人能做得到 坦白说 还有列子 列子被认为是道家 搜神记就是很多鬼怪的故事 比如孔子见到林 林是一种 一种神兽 号称林 脚不踩生草 这脚在路上跑 那不会踩到那个草 还活着草 那他走柏洋路 反正这林是个人兽 日本讲麒麟就是长颈鹿 叫麒麟 念法差不多 中国人讲麒麟就要画的一个头像什么 脚像什么 身子像什么 尾巴像什么 就一个像似不像的东西 好 那还有其他的小说 魏晋南北朝就有些智怪小说 比如说孔子途中遇到采桑娘 还有指路碰到老虎 还有一个井叫孔子井 岩渊还斩了蛇怪 这看起来都是轮语里面绝对没有记载 但是都讲的活灵活现 所以他说进入汉代以后呢 随着儒家文化在形态领域的地位提高 逐渐地推出神话孔子的倾向 这是一个从历史有变来看 加上笔记小说的作者采用传记的时候 这个真的很好电 马上又没电 只能翻页 不能够 所以这个时期保存采用孔子的传说 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传奇性 这是汉台 汉朝 唐朝以后到清朝 当然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在京朝的时候 中国人被外族第一次统计 元朝京朝的时候 孔子的子孙 就写了一些书 就是采用了魏晋南美朝怪力乱神的说法 说孔家人不讲怪力乱神 怎么他讲怪力乱神 说因为他要吓唬那些遗敌 让他们知道汉人很厉害 孔子很厉害 所以就把这些孔子不讲的怪力乱神的故事 魏晋南美朝的智怪小说里面讲过 全部都搬到孔子的传记里面 所以孔子的传记因此被污染 然后号称是要去下虎一地的 这都是不读书啊 孔子是要以德服人啊 不是要以怪力乱神服人啊 你拿怪力乱神服人 这什么好看呢 正实 如果真是那样 我真是替孔子的子孙觉得不值啊 我要是孔子 我就托梦给他 说咱们家是这样子起家的吗 咱们是靠这吓唬人起家的吗 我们信孔子需要吓唬人吗 所以这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 我觉得很不合理的地方 可历来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不仅跟金人不合 我跟古人都不合 有一天我学生说 老师我死后上天堂 你要不要一块来 我说你有白衣送你的门票吗 你上天堂我上不了啊 你是基督徒我不是啊 他说老师那你要去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能选吗 难道有选项吗 丁 你要去哪里 一天堂二地狱三美国 有得选吗 好 我刚刚讲的书期就是孔云错的孔氏祖庭广记 我原来只念这本书 我就以为这本书发明的这些怪奇幻神 后来书再念多一点 他发现 在魏敌南北朝时期就有了 他只是把那个故事都拿来搞一下 那缺理就是孔子的故乡了 缺理术文像这些都有文献 那基本上不会有人读的了 不研究孔子大家都不会读 我到现在都还没读 可能得过一阵 所以这个曾经文教授的这个说法 说唐以后到清啊 笔记小说作者参与了孔子传说的记录 这时期记录孔传说到他的幻想性比较特殊 他忘了讲明朝有一本书叫做孔子圣基图 我们在讲佛图的时候讲过这个世家原流 像这个或者像什么如来印画世纪这样的连环图画的书 孔子那时候也有被连环图画画就变成叫做孔子圣基图 现在在大陆很容易买到各种版本不同的 我上第一次去区副的时候就买了好几本 后来又买了好几套不一样 是贵的便宜的都有 所以这是出土的竹简 这是因为河北定州竹简是73年出土的 80年才整理出来 有文物出版是出版 这本书呢 是这个 这个这么厚 这个我曾经在北大的博海棠图书店 看到一都一落在卖 谁没有人买 我是好不容易买到的 这个就是告诉你论语最早的竹简是什么样子 跟现在版本略有不同 这是1997年文物出版 然后推定是杂楼版本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论语的编程 然后整理中的海昏侯有个古论本到现在还没出来 所以到底有多大差别不知道 好 所以可能等一下会出来 所以原始文献大概最早就是孔子世家 司马迁写 孔子根本就是个不一 怎么可以摆在世家 因为他的贡献太大 然后写这个史记的司马迁 是孔子的第一头号粉丝 贴粉 所以他要把它摆在这里 他要摆在列传也可以 老子韩非都在列传 孔子就在世家 为什么贴粉呢 各位将来要是出了名对不对 然后万一是我的铁粉 那我将来也在很前面 不是第一排也是第十排之内 还有历代孔子的年谱 那都在后面呢 他参考什么 他当然也参考史记的 那史记记载孔子的那个 我们到时候会介绍 其实是很粗略的 这还有年谱 他只记得孔子的九个史记人的段落吧 那圣基图是我刚刚讲的 上网都可以看得到 在今天或者明天下礼拜的讲义的复录里面 复录三之二之二 就孔子圣基图的一个对照表 孔子圣基图最少的好像是多少幅 然后还有最长的是104幅 我花了一段时间把它做了一个对照表 那是我喜欢做的工作之一 好有人要念论语有人念论语 那真的是习惯的问题都可以 没有人说你念论语就说论语是错的 你念论语就说论语是错的 不会这样 那你就是念你习惯的念法 那论呢或者论呢 就说凡言语寻其理得其疑就叫论 语呢是有人相问答便难为之语 那这个语啊跟言言论的言 有的时候言是说话就是言 语呢是回答人说话 那是言语互相对应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所以这里并没有 大部分人会引到这个 但是真正引到比较多的是 你看出一文志的说法 论语啊是孔子应答弟子的 识人当时的人 以及弟子相语言 或者接文语夫子之语 大家互相聊天 听到说我以前听老师怎么说的 然后门人像急而论转 把它编辑起来再编整 所以叫做论语 可是这也没解释论是什么呀 这有语啊 论语说是论转 他们讨论 说这个要不要收入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叫论语或者叫论语 那王冲的论衡特别说 这个一般人说论呢 都知道说文结语而已 不知道论几篇 周代呢 这是少数告诉你 这是编经书是有他的法度的 以八寸为一尺 不知道论语所读一尺之意 然后符论语者是弟子共济空子的言论 伯济之多数百诗篇 以八寸为一尺 记之曰省怀尺之辩 就是大家记得 拿同样的笔记本到现在来说法 或是用同样的格式来写 这样 以非经 撰文既是孔旺 但以八寸尺 不二尺 四寸也 假如他们用一个组简来写 然后最后汉朝新了以后呢 这些东西就不见了 因为战乱的关系 到了武帝呢 把孔子的墙壁破坏以后 发现了有二十一篇 然后其中有齐鲁两种 合间的有九篇 后来没有人知道 合间论语是怎么一回事 齐鲁有两本 然后合间九篇 然后有三十篇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 这记载的有点奇怪 然后昭帝的女儿 有女读二十一篇 然后后来汉宣帝 跟台长博士说 这个很难知道啊 就干脆来写一个传 然后就用历书来写 孔子的孙子叫孔安国 这个孙子是指第十二代孙 不是他的孙子 是孔子的后代 孔子的孙子应该是指司 然后孔安国为什么十二代 因为在史记后面 孔子世家后面有讲 谁生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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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最后是孔安国这样的 就是孔安国是那样的 然后交过鲁人扶青 所以这里是传承问题 然后从那里开始 叫做论语 这是王冲的说法 后来有人说 论语这本书 原来不叫论语 就叫孔子 因为所有的书 都是什么老子 什么什么子 所以原来叫孔子 所以不叫论语 论语是后来的名字 有这么说法 好 简单讲是这样 这是一个说法 然后这个大陆的学者 原来是对儒学不太赞成的人 他后来整理了七种说法 这个整理功夫非常高 一个就是轮 就是轮转的意思 刚刚有语用 语是语言的意思 所以就是语言的论转 把转就是编起来 然后这个东汉 这个汉 这汉字答错了 刘希 这个世民这里面 论语的论 轮就是轮也 有轮理也 就是有次序 而语呢 是序也 序己之所言 描述自己想讲的话 就是有条理的叙述自己讲的话 是第二种意思 第三个 宋朝的行秉 他写了一个 引用处处论语的说法 说轮者 也轮也 也是这个轮 也是这个轮 然后也是理的意思 次也 转也就是转写 或者是编转的意思 所以此书可以 经文事武 所以叫轮 缘无穷 所以也是轮 然后蕴含万里 也是理 反正就把他这几个意思 凑在一起 就是轮语包含的万象 所以群贤极定 故约传也 是大家在孔子词后 坐下来一起讨论 这本书要怎么编 然后才叫轮语 这都合乎实情 清朝的原美 说轮是议论也 语是语言也 说从《学日篇》到最后一篇 这很奇怪 最后一篇明明叫《遥约篇》 他为什么不写《遥约》 然后最后一篇都是与人议论之语 其实你好好看论语 不是都是与人议论 有时候就孔子讲了 没有人议论 比如说孔子告诉你君子不弃啊 他跟谁说呢 没有啊 就只曰君子不弃啊 有教无类也是啊 他跟谁说啊 没有跟谁说啊 所以说论语是他跟别人讨论 那你们好好读啊 你好好读 我们只是没算出百分比啊 常常都是孔子自言自语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说什么 皆与人议论之语 我觉得他回答人的话是真的 但是说他是他跟人议论 你去看看有多少片是他跟人议论 没有多少片我可以告诉你 我自己把它全部都看完了 500片都看完了 好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是第五种 这叫何一孙的说法 说论是讨论啊 讨论啊 讨论文艺的说 这什么时候跟人家讨论文艺啦 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古人啊 真的就是古人啊 说伦呢 全部的伦说伦是讨论鞭次 论语就是说等于国语啊 像家语 我觉得你从内容来看 汉述一文字还是讲的有道理 这些说法都真的是 但是难怪那个帮我编那个 《超越时空与孔子对话》 这本书的那个编辑 就全部把我删掉 他就不收这一段 因为这实在是跟一般人 没什么太大意思 我那时候想说我发脑工不写的呀 发脑工看的 然后现在想想 真的不要这个大家看的 会比较轻松一点 不然这本书得多厚 张太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 也是革命家 说伦呢是做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把竹子 就竹简变成一册书啊 所以这个叫做伦 然后伦语是师弟 老师跟弟子 这不是师兄师弟的师弟 老师跟弟子问答 略记旧文散为各条 即生叫伦语 这也有道理了 伦语只是师弟问答 偏偏成一册耳 那你认真去看 也没有多少是问答呀 都是孔子自己讲话呀 学生记载孔子讲的话 是有道理 你说他有问答 那真的也没有几篇啊 然后这个人叫彭兴的人 应该不是明兴 讲到记录孔子与弟子 与他人的论难 所以秦汉人家的论语 这都是我觉得都是乱猜的 你要不要把百分比弄出来 有多少是孔子跟弟子 跟他人论难的文章 有多少是孔子自言自语的文章 你这样讲才会有根据吗 不然的话 像这些都是拿了两三篇 就觉得全部都是这样 哪是啊 然后拆上诗的总结 所以罗宇就是把诗中间 跟他人的言论 记载下来 各纪所文 编转能处 没有特别难懂的意思 就接近了 那就跟汉述渊文字有什么差别 你讲半天 你用半天 汉述渊文字 早就讲得清清楚楚 你们其他人出来闹的嘛 乱入 你们现在叫做什么 好 那这个是清朝的造译了 写了一本书 要该于重考 说汉初的时候 战国汉初的时候 孔子的遗言意识很多 流传在江湖的 然后《论语记》的版本 义同此记载之类 所以齐鲁诸如 齐鲁那时候 现在都山东 不同的地方 鲁小一点 齐大一点 然后就是他们讨论 然后瑞之论语 语者圣人之谊语 论者诸如之讨论也 这也有点道理 这是清朝 这是我们爱情觉罗玉 玉玉老师说的 论语是结论之语 我一直也不认为是结论 有个地方还没到达结论 因为结论语否 是弟子编的 弟子可能认为是结论 如果是结论之语 应该说的话 都是最后的话 但是我们玉玉老师曾经说 论语里面包含了 孔子三个时期的思想 所以显然不是结论 是一个演变的 他有结论 但不是 都是结论 所以前面这些说法 都有这个问题 就很难以偏概全 你讲了一 二就不太容易了 好 那论语的版本 这跟佛经的编转 差不多的意思 你有一个那个概念 你就比较容易知道 有几种说法 那是什么声音 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声音 没错 你点头 他摇头 所以我就不知道 到底我怎么听到声音 有声音嘛 没错嘛 好 谢谢 你是印度人嘛 听说印度人 说是的时候就这样 所以我认识一个人 他说他很怕跟印度人开会 因为印度人每次都这样 他说 他们到底是 同意我的声音 还是不同意我的声音 你下次碰到印度人 你要稍微 你可以留学印度 如果照你这个说 你应该这样才对 你刚刚点头就错了 好 轮语呢 有所谓古轮 或者轮语谷 就古轮21篇 齐轮22篇 鲁轮20篇 鲁轮20篇 你也不能说 我们现在轮语20篇 所以一定是鲁轮 不是 后来呢 就出现一个张侯轮 张侯轮 张侯轮呢 是一个叫张语的人 不是现在唱歌那个 名字念起来是一样 他是语 是姚舜语汤的语 张侯这个人呢 就把这几篇呢 就并在一块 就照他的想法 他怎么想都没有人知道 听说他之前正玄 也把这个都并在一块 就不要分成三本了 所以就并在一块 变成20篇 现在你要去区分 哪个是古轮 哪个是奇闻不太容易 但是有一些奇怪的现实 比如说《论语20章》里面 第16章叫《纪事篇》 《纪事篇》 《纪事篇》的每一个开头 都写成《孔子曰》 在其他章节 都是《紫曰》就好了 在《纪事篇》到第16篇 为什么要写《孔子曰》 就有人推论 这可能是奇论 因为孔子是鲁国人 所以奇国人谈到孔子的时候 还是要讲孔子一下 这有时候跟两岸关系一样 有些词语是政治用法 你千万不能逾越政治的红线 你现在慢慢也看得到 所以有时候有这个问题 所以张侯伦 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 都是张侯伦的编转 所以《论语》里面好像有七章 是基本上重复的 没有人敢删掉 为什么七章重复的不删掉它呢 所以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 他可能就是张侯编的 他也不想删掉 有一些略有字的差别 七章一样的文明 后来有个叫包贤 它是注解论语的 周氏张聚 原因不明 然后合并成两项 不知道为什么 这钱基伯 钱基伯是钱中书的爸爸 为什么写五六两项 讲的是一本书 这个我到现在不知道 另外张侯伦有一个正玄本 还有《合幻集结》 《合幻集结》 《合幻集结》 现在《十三经》就是用《合幻集结》 所以这个版本大概最少有八种 我们现在大概从这里以后 大概都是一样 特别是《合幻集结》 要不然根据张正玄 要不然根据张侯的 所以大家很兴奋 海昏侯的那个 如果真的是搞到了 《论语》的 《古轮》或者《奇轮》 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那正玄说 正玄就认为 谁编的呢 说大概纵公和紫下的弟子 凭什么这样讲呢 我在讲一里面 这次的父母还下的父母 有个轮运里面 到底弟子说了哪些话 有哪些弟子被引用到 中二十八个弟子 不是孔子所有弟子 有二十八个弟子在轮运里面 有人说 不是所有的弟子坐在里面 没有这二十八个人 你如果用七十八个人算 或者用八十七个人算 看你怎么算 二十八个人 其中不到一半的 孔子弟子在里面出现的 其实不多 然后有些人出现的次数非常多 所以这个说法 那柳宗元是唐朝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 说孔子弟子真生 有人说他概念真生 所以这个 年纪最小的孔子四六岁 非也非也 这是有名的里面最小 不是最小弟子 只有小孔子五十几岁的 这都有 所以他小孔子四六岁 不算什么的 曾子老了以后 有记载曾子是死 其余守其余足 那是曾子要死的时候 所以他小孔子四十六岁 所以他活多久不知道 小孔子对 他活多久不知道 没错 所以他去孔子时代很远 所以他认为主要是孔子的弟子 孔子活的时候看着他 还带着他长大过 所以孔子的孔子 如果孔子二十岁左右生小孩 他的小孩二十岁左右再生 所以孔子可能在四十岁左右 就当了阿公 就当了祖父了 当了祖父 然后孔子七十岁就死 所以孔子死的时候 只是好歹也差不多二十岁的人了 就是有可能 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孔子孔子这个人 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人呢 在别的书的记载 在曾子快死的时候 他去曾子家 然后这个人呢 这可能也是某一个星座的 他就跟曾子说 人都快死了 躺在那等死啊 迷流了 他就说 你怎么睡在这个席子上 你的身份不应该睡在这个席子上 这是贵族用的席子 快死了 他还得辩解说 这就是那天 长官来看我 啊 说过来就送给了我这个席子 哎呀 真是你说的对啊 不合理 来人哪 把这席子给换了吧 当然 曾子的小孩说 爸明天再换吧 今天天已经晚了 不行啊 我怎么能 我要死言死的规规矩矩矩 我们儒家 怎么能就随便睡在 不合身份的席子上呢 爸你 你别在那个 啊 结果他就硬要换 然后席子还没换好 就隔屁了 你看 这个儒家 好多人都死得莫名其妙 那子禄也是啊 子禄跟人家在斗 然后人家把他的那个帽子的绑帽子的绳子给砍断了 叫鷹了 给他砍断了 说你继续杀吧 不行啊 我们儒家得手里啊 就 打仗也没说 停一下暂停 咱们暂停 打篮球都有暂停 他没有 就把这帽子绑好 绑好就被人杀了 还剁成肉酱 所以不要写人无价 太可怕 死都死得很难看 一个要不就换席子 别不然就是那种 就约束子孙就在那里有出现过 然后就是一个道德警察 这样 你又怎么要睡啊 那席子 好 那这个杨朝明的说法 就刚刚说了他 山中大学的教授嘛 因为习主席去拜访他 他就 他就讲了这个 他认为论语呢 应该是由子思主持完成 因为是他孙子 这你认为谁都没用啊 证据是什么呀 没证据随便你说啊 因为都没办法查证 为什么就一定子思主持完成呢 好 当然 你可以说出一些道理 但是没办法证实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鲁伦齐伦跟古伦有这个分法 三个分法 汉淑玉文字说 古伦是21篇 齐伦22篇 鲁伦20篇 现在是20篇 但也不能说现在是20篇 就是因为鲁伦 这里面有讲说 鲁伦 鲁伦 鲁国人所学的叫鲁伦 齐国人所学叫齐伦 何璧所得叫古伦 就是从孔子墙壁挖出来叫古伦 然后这些人有告诉你 谁学谁 谁跟谁学 这是中国的学问呢 但是主传是非常重要的 师承关系 不是主传 师承关系是非常重要 主传是讲中医了 这非常重要 现在无所谓了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会讲一下 还是有一点那个 哎呀我跟孙老师念过书 这话什么意思呢 所有错都怪他头上 还说哎呀我这孙老师传人 所以什么意思 像我写论语啊 他们一定要写说 哎呀我他跟爱心九楼玉云老师学过 这不是拿老师来卖吗 真不好意思啊 学生写的是学生的事情 对吧 老师做提点而已 好这个章语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说刚初呢 章语为师 以上南 术对以问经 就是他的老板 就皇上问他一些问题 他都能回答 然后就写了 论语章句 献之 就献给这个皇上 鲁国的福清啊 夏侯圣啊 王阳啊 孝旺之啊 尾玄成啊 都讲论语 所以讲论语 他当时并不是唯一的人 然后语呢 章语呢 先拜了王阳为师 后从庸生为师 然后最后晚出最尊贵 所以说 欲为伦 念张文 所以他就变成 大家都采用了课本 是这样来 然后这里面 讲到了一个 就是鲁伦跟齐伦的差别在哪里 这已经是到了水草才说的 说这个 原来呢 有这个论王 问王 齐伦有问王跟知道 这两篇 这知道不是yes I know 知道是know the way know the doubt 知 这个道 那问王呢 有人说 那个王应该是玉字的那个 在有一篇文章里面 有提到玉的德性 欲有很多德性 那有人认为 那就是缺失的这个齐伦里面的问欲 不是问王 有人这样推论 说周图五轮二十篇 靠张侯伦 所以当世众之 以后就只有 大家就开始写 就没有人在改内论 那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 《金本伦语》中的齐伦 就刚刚讲了 前如一到县问篇 第十五篇 济世篇 十六篇 阳后篇第十七篇 三篇 都是 因为跟齐的思想 一致性观之 言渊 为止两篇 为止十八篇 言渊是十三吧 当在可疑之列 其中由以县为一篇 为全篇当属齐伦 这到现在为止 我看到最明显的 有最大胆的感说 是齐伦 所以大部分的齐伦 好像在后面 轮语的前半部 好像都没有人有怀疑 这个也会有 这个叫出编本 跟再编本的问题 就我们刚刚说 前面的古轮齐伦 谁编的 不知道 再出编的 再编的就是另外 所以这边 胡志奎先生有一个说法 第一次大概一定在西汉末年 出于章语之手 第二次呢 是在东汉出于政玄之手 所以大概有两次 这个大概符合历史状况 蔡上司整理来历 说了二十三种说法 这些人都是以说法多至圣 但是很多说法其实没有根据 就不必说了 说了图乱人心 第一个是出于孔子弟子 这是汉书一文字早说的 其中之一 第二是出于孔子再传弟子 第三是出于孔子三传弟子 一致跟后的几代 为他家所复理 这个后面 我在讲义里面 列得非常详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有二十三种说法 第一种叫出于孔子弟子 说龙统地认为出于孔子弟子 流向、匡、横、单步、王冲、软、圆、圆、 到金人、张、顺、灰等等 这个真的都是不读书 明明汉书一文字说的 我觉得挺好的 其他的还有 紫下六十四个人 天哪 你是觉得 你的人都去哪里找 我没有看到这原来的书 还有七十子 这个我们就随便说了 七十子 到底那些人做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十哪千都不知道 我们还能知道吗 除非有新的材料出现 其他什么忠公、子有、子下 这都一些推论 从某些地方推论 做头脑体操很好 没什么意思 所以这里有 那出于孔门二三流弟子说 这是郭默若先生的 郭默若先生在大陆有一阵子很红 所以他讲的就帅 可是说人家是二三流弟子 那请问一流是谁啊 一流为什么不写啊 我不是说他说了错 而是说他背后想的是什么 孔子再传弟子说 就是这些说法 我就不太多说了 孔子三传弟子说 冯小兰啊 什么这些圆梅啊 是清朝人啊 冯锦不知道什么人 钱穆先生也认为是这样 这个另外温玉民啊 日本的荆田左右籍 日本人很多人也筑罗狱 现在中国大陆也有把他的书 从日本人筑罗狱的书都翻印出来 我没有注意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蔡超司的总结说 论语是全数是多数人的 而不是出于一二人或一派的 或少数人的 是起先记录其大部分的 而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备的 后来有所修改超错 而不可能全数原始资料 究竟哪些人之手已无可考 然后考不出来 今后当时考不出来 现在更考不出来 所以没有考变的必要 你看他写了多久以后 写这个结论 好吧 好 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道理 但这也不是太新的东西 你只要有点脑筋你想就知道 这是澳门大学的杨毅教授 他最近写了一本书 或者叫做《论语还原》 他有很多书都叫《叉叉还原》 然后他叫《文化地层叠鸭说》 就是一个鸭的一个 这个就是以前在古史变时代 民国初年的史学界 有一个文化层层磊创说 就一层压的一层一层压的一层 所以越后来的故事越详细 这个完全不符合历史法的规则 但是因为后面人要讲话 要讲出自己特别的话 所以这样 那这个跟那个就有点类 《论语》起码经过三次重要的早期编辑 留下了三个历史文化地层 第一个是孔子死掉以后 弟子按照英朝的理 因为孔子说他是英朝的人 所以卢木守新校三年 大部分人都守了三年 只有子贡唯一守了六年 子贡有钱 所以在旁边盖了一个小房 见到屈护的孔子的坟 还可以看到一个重修的小房 是个小砖房 大概那个只是意思意思 他写子贡如牧处 那这个郑璇认为主持人是重工等等人 我觉得 从次序上来看 什么排在第二 什么排在第三 还有遗落的曾子 孔门德信科遗落的曾子跟游子 他说不可以忽略这个名单 孔子孔庙的佩斯的四科使者都有这个 最后曾子、游子之章 只能丰博 你到孔庙去 如果你认认真真 在孔庙里面大城殿看一下 就只有两个人是孔子不认识的人 如果四科十者应该有十六个人 四科十二者 四科十者 所以应该是四个人 四个人扣掉两个孔子不认识的人 一个孔子 三个 两个孔子不认识的人 一个孔子 所以四科十者应该还有十二个人 那十二个人就是四科十者里面的十个人 再加上曾子、游子、子章 然后谁被推到什么地方去了 好 简单讲是这样 好 那个《论语》的第二次编短 就是首孝三年的书 买了以后 子章、子游、子下 按照英里推、有若出来主事 所以你长得比较像老师 那你就上台吧 就让我们还原老师 以前 就那个时代 人死了以后 会把一个小孩推出来 摆在前面 就当作是大家对他的纪念 然后这个位置的人叫做尸 我们现在是尸体的尸 所以譬如说孙老师死了 譬如说 然后就找一个小孩 说这个小孩就是尸 不是老师的尸 尸体的尸 然后大家就当作对这个小孩的 对孙老师精灵 就投射在这个小孩身上 那他们大概那时候还没这个 但是一样希望有一个 怀念的具体的对象 就把尤若 尤若大概也是孔子的老相 长相相 就说好吧你像吧 就增加了这个 说就增加了 尤子其实在罗宇里面 只出现三次 两次在那个 学儿片里面 尤子的德性不错 因为有些像燃友做不到的事情 尤子都做了 他敢跟孔子者说真话 燃友跟子路都不敢说话 他不敢说话 尤子敢说 那尤子也是 在罗宇里面 第一个出现的弟子 第一段 就是学儿片的第一 就是子曰 第二篇就写 尤子曰 其为人也孝替而好 我讲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问我说 为什么第一章是子曰 第二章尤子曰 我说就像西瓜跟葡萄 有的有子 有的没子 所以尤子就是西瓜跟葡萄 他一听就知道我开玩笑 聪明啊 如果听完还说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玩笑已经讲那么明白了 还听不懂 我说尤子是一个人 所以我就介绍了尤子 好 这是第二次编撰 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在 曾子死掉以后 因为《论语》有记载曾子死啊 所以这个孙子 孙子孙也鲁啊 这个人太鲁钝了 鲁不是鲁莽 是鲁钝 所以增加了曾子曰 然后刚刚讲的 那个死前换席子那件事情 没有在《论语》里面出现 那个在《礼记》里面出现 所以《论语》里面 很多故事其实是不完整的 我觉得那个故事某种程度非常好 如果你要强调儒家重视李 你把这个故事拿来 把《之路》的故事拿来 都算好的 但是都没有摆上 都在孔子世家或者哪里出现 所以这里就讲到 其实跟曾子有关系 那讲到他有五个证据 所以《论语》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定名 这其实是有争议的 就《论语》的名称 很多人认为是在汉朝 但他们认为是在春秋战国时候 所以他的五个证明 《方济》里面说 《礼记》《方济》里面说 《君子持其亲之过》 而尽且《论语约》 你看这就是有个《论语约》 《高中语音》等的 《论语》中这则子曰是在《学儿篇》 《礼人篇》重复出现 就是《三年五改一复之道》 《梁朝》的《沈曰》说 方济乃孔子之孙子子思所作 此言若可信 则在战国出去救了 所以这是一个证据 另外《汉书亦文志》说 《武帝末》 《鲁共王坏孔子宅》 就是拆迁孔子的宅 得到了这个 第三个是说 《孔子释迦》引用《论语》的资料 总共有45折 所以这个如果就算有 应该也是在汉朝 怎么会春秋战国呢 那位汉人《赵琪》的孟子提词 也说了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他的证据 还有刘相、刘心负责 可以看到三种论语版本 当然这是汉朝的时候的人 看到的版本 应该是战国至少 那那个应该是组简 因为那时候东汉亥伦才发明造旨 那《论语》的目录呢 《上轮》 就是前十篇叫《上轮》 下十篇 从先进篇子叫《下轮》 现在是这样子的说法 好,稍微介绍完这个 我就今天就讲到这儿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论语出土》的这个 组简的版本 这以前没有的 这是八零年代以前 你看不到的 第二个版本 是汉朝振玄的柱 他们在新疆找到了一个 因为地方干燥 所以找到一个唐朝的写本 这后面有一个不太清楚的照片 是一个学生抄写的版本 这个学生大概普不愿意 那还有名字在上面 这学生叫什么名字呢 抄了《论语》 抄得很 心不甘情不愿的 字也没写得特别漂亮 一时找不着了 这是唐朝的 到现在为止可以找到唐朝的版本 魏的王术说 有《论语王世纪》说 我没看到 王世义说 我没看到 《河叶》的《论语集集》 在很多《论语》里面 有《黄侃》的梁朝 《黄侃》的 《宋朝行丙》的 我写《论语365》 或者是《大陆版》 叫《论语日记》 《论语日记》是两本 我只带了一本下来 我这本还没带到学校来 这是我送给同学的 这本变成这样 它这里面有三节 我的附录 经过我同意的 所以这里面 我有参考了 《河叶》 《黄侃》 《行丙》 《朱熹》 《刘宝南》 《陈素德》 《杨树达》的书 我就把它们稍微做一个整理 另外一个是我们 郁老师的笔记 这是历代的主要版本 其他当然还有很多 我现在写这本《论语那么厚》 可能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本 《论语》的注解 最后的一本 不是last 是fakest 最后的 没有想到要出版 还是要说一下 这本书 原来只是跟朋友之间的一个 每天写一个给朋友看的 刚开始写得很随便 后来越写越认真 然后出版商看到了 就说大陆出版商 就说你写得不错 很特别 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 蛤 他说你要把前面几篇 改写得跟后面几篇 因为后面越来越写 体力越来越一致 所以我就花时间把前面六篇 全部改写 全部改写 我本来写第二遍 我觉得第一遍写得不是太好 后来改写到第二遍 欢迎一看 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写 也只能写成这样 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所以我就出版了 所以大陆去年就出版了 台湾今年过年前 过年后才出版 然后我还有一本韦伯书 也是前几天才出版 所以就有人说你都不睡觉 都在出书 其实不是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这件T恤是全台湾和全世界只有两件 一个是设计师拥有 一个是我 一个就是学生有一次在台南那条街 他看到有人卖T恤 就问这个人老板 老板说你还有吗 没有就是做两件 拿去故宫博物院去进图 进完图他可能就可以大量生产 就没想到没选上 所以他就做两件 拿自己穿一件 然后摆在那 摆了很久没有人买 我学生说 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很喜欢 就买来送给我 那我还记错这个送给我的人 那天我还跟他说 谢谢你送给我的人 他说老师这不是我送的 你看我连谁送的我都不记得 这是我这种年纪的人会有的问题 今天去剪头发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你这个是纪念孔子的 我问你怎么会知道 我去年去武汉的一个中学演讲 一开始我就问他们孔子是什么人 还要问他 你知不知道我穿这些衣服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Confucius这个字 就是孔子的拉丁话的字 最近网上我的一个群组 开玩笑说有人翻译就写Kunf 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孔夫修斯 听起来像是希腊人 还有一个叫孟修斯 就没有寻修斯 寻子没有被翻译成那个时候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论语上来 很多我以前读书也没注意 这是我自己后来读书发现的 论语到底分几章 我一直以为是没有一意的 发现不是 根据不同的版本是有一意的 有些篇章是没有一意的 比如说论语20篇中 有11篇没有一意 比如大家都一样 谁都这样分的 那其中有9篇 总20篇嘛 历代版本有差异 比如工业厂有27或28 那就是有一段你怎么分章的问题 那你说这28跟30就差两篇了 这个差一篇的问题都比较小 你看这个相当篇最尴尬 相当篇有的没有分 那有的就分了 然后分从18到27 你想这个是怎么分的 相当篇在我以前念中学的时候是不教的 因为孔子没讲话都是孔子的动作 那看起来大概就是古代的纪录片的意思 孔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只有最后了 最后讲了一句奇奇古怪的话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解释 那这个你看都差了好几张 这还差了三张的分法 所以总计章数有六种 相当篇算一篇的话 四百八四百亿 我以前的讲义就是根据这个 那后来我就把相当篇分开算 那就四九九五百五零一到 一直到五零六到五一二这几种算法 就看你怎么算相当篇的分类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我以前念书 从来不知道论语有多少篇 你有了这个以后 你拿一个当基准 然后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论语谈什么的到底有多少篇 比如以前常说论语谈到人这个字 一个人一个二这个字 人这个字呢总共有一百零四次 这是我课本上学到 他看另外一个人说一百零五次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算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论语跟四书的问题 我们现在叫做四书的书 在唐台人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这是在南宋的时候 北宋也没这个概念 朱熙朱夫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他把大学张巨中庸张巨 这个叫张巨 因为这两篇比较短 从里记出来的 张巨是做注解 论语即柱跟孟子即柱 我在网络上看 有人说这柱到底有三千水 还是盐字旁 你看当初印的嘛 三千水盐字旁 其实字 是意思现在都是一样的意思 把这个又有张巨 这种极柱合起来 就叫朱熙的四书 那现在你在外面买都叫四书 全叫四书极柱 就把这张巨两个字给那个 那当然也有的会写四书张巨极柱 就是把他原来的并起来 这原来没有并起来的 那四书排定顺序 怎么排 就在古代很多人有争议 第一个以难易程度 大学最容易 我们以前念中学的时候 老师希望你能够会背 我大概大学第一章背得很熟 以后就不太会背 大学比较容易 论语其次 孟子因为太长 孟子最大问题 比如这个人台湾话叫 很高位这样的话 这个话一定要讲得很长 大陆话在这个话牢 然后中庸 中庸的层次比较高 像在哈佛大学教书很久的 杜维明先生认为 那个具有中国人的所谓宗教性 rigiosity 就是中庸 所以依照难易程度是这样 然后通行的版本 是依照篇幅大小 那大学篇幅最短 所以是叫学庸伦梦 简称学庸伦梦 孟子太长了 然后那个 根据传说的先后 就传说的作者呢 那论语应该先因为是孔子 好称是孔子讲的 不是他写的 主要是他为男主角 那曾子 好称大学是他写的 中庸好称是子思写的 就孔子的孙子 那孟子 孟子大概离孔子大概五百年左右 所以大概四书的顺序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到街上看卖四书的 你就可以知道 他核定本的话 他的顺序根据是什么 那还有一本书叫孔子家语 听起来就知道是孔子他们家的人保留的东西 那在大概民国初年的时候 这本书都被认为是伟书 梁启超书里面还有讲 说是伟书 未经南北朝人自己乱写的 然后拖延至孔子说的 其实没这回事 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 尤其加上其他出土文物的证明 说这个书大概有些地方是假的 但基本上是真的这样 那这一段呢就是在说这个道理 简单的道理 我之所以不愿其烦讲出来 是因为我希望各位同学知道 很多知识我讲的话是有根据的 这跟我以前学到不一样 以前告诉你这样 然后我说那是根据什么 没有人告诉我根据什么 我后来自己找到很多时候 原来有些是根据这个 但是你教人家不告诉你根据什么 好像叫我相信 这个在我求学过程里面 对我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我现在教学尽量告诉你 甚至不厌其烦的把讲义 以前还硬 所以那个浪费很多纸张 很多学生根本不在乎 现在反正在网路上 你不在乎就算了 反正总有人在乎 然后另外呢 这个初级的各种荆棘而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书里面又选了这个选内 可能是孔子佳的人 根据当时经典重要性 认为这个跟我们家都很相关的 就把它放在一块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版权的问题 那时候书籍也不是像现在那么普遍 所以可能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有人说是抄的 应该也不假 是抄的然后又怎样呢 在当时文献很难够保存的时候 这是保存文献的一个方式 他连不当的记载都没有选进去 什么叫不当的记载 等一下我就会交给你 我非常挣扎 要不要教这种事情 有关孔子的不当的记载 后来发现我们是 好歹是学术研究 我们不是教信仰的 信仰有些东西就不教了 所以他很多资料都来自于儒家的著作 我后来有些看了也差不多 你像庄子、莫子、韩非子这些 有关孔子传说 他都没有选进去 这个也是真的 好另外还有一个伪说 就是说孔子家云呢 不管王术的伪造目的是什么 都说是他伪造 客观上起了语意孔书弘扬如学的作用 这个是意外的效果 所以当时抄了 后来等于替当时保存了一些文献 那这个杨超明就是大陆的学者 因为好像习近平主席有拜访过他 然后说这本书很重要 这本书就大卖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孔子研究方面 此书价值不在论语之下 将近是尾书器又不用 上市许多极为宝贵材料 但这个书有版本的问题 我上次跟各位说过 有关孔子家里修妻 三代修妻这个事情 重点就在于其中的一篇孔安国后续 我有很多版本的孔子家里 我以前的版本没有一本有孔安国后续 所以说孔子修妻来自这一段 孔子家三代修妻 我怎么也找不到资料 后来买到一本 终于有孔安国后续 就有那段资料 不然的话我也很困扰 所以他说 反正这本书现在被认为 是相对而言是很重要的 对于研究孔子来讲 那杨涛明教授 还有一些别的说法 他认为孔子家里可以 孔子研究第一书 我觉得这稍微有点夸张一点 但是是很重要是可以这样讲 他说该书可以称为上儒学第一书 我不太喜欢讲什么第一书第二书 竞争意味太强 就是他的表述方式 很重要就好 好 那另外一本叫孔子吉语 就是把孔子的话集合在一块 那个跟孔子家语就不太一样 那这本书有两个同名的书 一本在宋朝 这本书已经看不到一个叫薛聚的人编 那你想薛聚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孔子的话不完全在论语里面 论语以外也有 那这里面有的你相信可能是真的 有的你觉得是假的 那不管如何 他把它都收集起来 每个人做法不一样 另外一个是清朝孙兴言所编的 那这个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除了都姓孙之外 那第三个就是他后来还有 因为古代的人念书 或者他能看到的书 有时候很有限 不像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很方便 你如果家里附近没有图书馆 前面没有收进去 然后他又补了89条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1998年的 这郭毅教授又变了一个 增加了七种重要的点 还有新出土的简薄文献 然后另外这个也做了一个柱 那原来还有公子《言行录》这样子书 但这个书历就99年出版以后 因为是简体字的 我买了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在买 因为古书还是看本体字比较好 那这个吴隆辉也编了一本大陆教授 但是他有三种东西不采用 道家的两汉的称尾书 还众所公认的尾书不用 所以还是选择不够厚 最后的目前是这一本 《紫约全集》 大概将近一千页 这去年才出版的 这是也是郭毅教授编了 那孔子给予教授以后 他分成十二月就有 这大概都有 连两汉称尾书都有 称尾书就是 从现在讲的是怪力乱神 他当时是把孔子灵异化 因为在汉朝的时候 五行学时候非常盛行 从战国延续以来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多人 相信阴阳五行 相信算命 各位同学 比较现代一点 就相信 相信星座 如果我叫你认识同学 不限定你那个我认为的 无脑题 我相信很多同学 一定会问对方的星座 你们这个世代的人认为 相信星座 好像就已经认识了一半这个人 因为可以从他星座特征来讲 我觉得这是当代最渔民的一种方式 你们这代也相信 只要我知道血型 我知道你的血型 我又是知道你的大概四分之一 我再知道你喜欢的颜色 我大概就已经把这个人看透透了 这个我都不知道 怎么会有这么笨的想法 那这个早先呢 在1989年 山中渝出来了 出版一大套书 这大概是我图书馆买 我念书很不喜欢到图书馆借书 所以我的书 我自己的书像图书馆一样 甚至比图书馆的书还要全 去年我就在山中大学 济南的山中大学 在旁边的一个书店 我就买到了其中我要的两本书 我高兴得要死家 有些人还上网 帮我花五十几块人民买了PDF档 我喜欢实体书 我写完了孔子 我下一个 写完论语 下一段就是要写孔子的传 这我已经开始了一半左右 接下来要写孔子跟他血松的关系 其中有一套书变得很完整 我就可以慢慢看 那这都跟我的孔能山谷曲有关 那中国大陆呢 这真的是伟大的思想工程 这个儒藏 在思想史上有道藏 道家的经典 全部收在一块 有这个大藏经 佛教大藏经 那也是把佛教的经典收在一块 而且佛教大藏经的样子非常多 我们上次讲到佛陀社说的 儒家的经典从来没有好好收藏过 这是第一次 到现在还在编 这主要是1997年四川大学提出来 后来99年 这不是一个大学可以搞的 所以有四川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在集体做这件事情 这个绝对是人类历史上 特别是儒学史上的一些大事 那还有孔府文献 孔府文献 听说最近成立一个孔子博物馆在屈府 这是最近成立的 我还没去看过 那就把孔府里面历年来的档案 孔府非常的久 就摆在了屈府的孔子博物馆 那有些东西好像被调过去 但是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它有些东西可以集中管理 譬如说一直传说 有一个子贡雕的孔子跟孔子的夫人的一个木像 还有照片 那个木头因为时间久了 它裂痕 一直说这个东西摆在孔氏南中的渠州 在浙江 我有一年就去了 就为了看这两个东西在不在那 结果很幸运的 我认识一个人 他派了司机带着我去 结果那楼被锁住了 根据文献 那东西就在那楼上 我就去问管理人 我说开不开放 我打老远来 我要看看那两个项 管理人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就说不开放 就走了 结果跟着我去的人说 书老师 我把这楼敲开 我说咱们不是干盗墓的 我只想看一下 书老师敲开没关系 我想不能这样搞啊 咱们是读书人 怎么就为了看那个地方就敲开呢 好像叫思虏楼 思虐楼 我说不行不行 我宁可不看也不能敲开 书老师也没关系 谁去拔风 我叫快你就上去 他说我们就开 我说不行不行 我绝对不能干这事 我就说 咱们就上去算 我认识一个人 我说 他是孔家的人 我说那个人好像在那个楼上 他说没有 我说早就被调到区府去了 所以 然后他后来这个人到了区府 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照了一张相片 我说你看看 你要看的就这两个 我说不对不对不对 这是仿制品 因为那个木头 看起来是全新的 而且没有裂缝 跟以前照片比起来不对 我说那可能就3D立体打印了 那他也不知道 他说不是这一方 说是子供雕 我说子供雕的 你原来有图片 是那个样子 经过那么多年 如果这还是子供雕的 那早就已经裂了 不论那样 那是副制品 他也才知道 但总而言之 到今天为止 我都还没看过 所以有了区府孔子博物馆 我显然要再去看一次 有时候 我这边很不爱玩的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碰到孔子 是因为我这几年兴趣大增 全台湾的孔庙 我大概知道了都去了 现在就像宜兰那个 赶紧得去一趟 已经有两三个人告诉我 那去看相关工具书 大陆台湾都有编 副片王老师编的 这个孔子词连 就在对面 链金有麦 这个也有大陆版 那这个都是很方便的书 但现在有了Google以后 我常常觉得这字典是不是有必要 我以前的字典空 我在家里字典一大堆 像很烦恼 因为很多字典 一辈子没有翻过几次 我以前还向老学英文的时候 要一本 韦斯第三国际大词典 那本字典大概比桌面小一点点 然后重达多少公斤 好不容易买了 我后来就摆在地上 然后后来变成其他书的垫脚石 我大概那本字典只查过一个字 就再也不知道它在哪里了 因为被堆在下面 各位知道在中国古代 说龙生了九个儿子 叫龙生九子 其中一个 你到台湾到各地 中国还有中华文化地方 那个驮着一个背的下面 那个动物 它应该看起来像乌龟 但是龙的头 这个东西叫做臂戏 三个背 第一个背 然后下面两个背 像点罗汉那样 然后戏呢 像尸体的尸上面 或不屑的屑上面 下面又一个背 然后有人就讲成叫龙龟 因为它是龙头龟生 那个叫传说能够负重 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 就是臂戏 好 那就先讲这个 然后当然很多的问题 不是经典的本身的问题 而是你怎么去诠释它的问题 我们大部分的诠释 那这个杨毅教授 他现在在澳门大学教授 他写了个诗叫《论语还原》 我觉得还蛮有点意思 一识解经 看来《论语成书》的时候 春秋战鬼之际 像前沐贤人写的《孔子传》 就参考了左传 左传有记载的大概没有错 左传没记载的可能就要存疑 那还有《论语解经》 是毕业证明乎的原则 还有《以生命解经》 孔子跟《七日子》 但这个有时候真的 原则很容易 但是其实很难做到 我们郁老师就说要《一经解经》 这个经典之间 现在的话大概叫做 intertextuality 台湾大概翻成 互文性 或者是大陆的话 翻成文本坚信 就是文本之间的管理 像《论语》里面很多相关的讲法 不放在一块 你怎么把它讲在一起 譬如说有关孝顺的孝 孔子到底对孝什么看法 你就把孔子有关孝的说法 全部摆在一块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用归纳法 得到一个结论 这也是《一经解经》 但除了以外 像我写的《论语365》 在《大陆版》叫做《论语日记》 我就是把相关的概念 在以前的经典都 先秦两汉经典都尽量找出来 不是我读文童话书 而是有搜寻引擎的系统 非常好 另外还有叫《以诅解经》 大部分是看后人的诅 但是后人的诅 大概都已经隔了好几百年 你怎么知道他的讲法 可以接近孔子的讲法 更何况 假的诅跟以的诅不一样 你怎么办 这很困扰 所以《以诅解经》有这个问题 论语历来有多少人写的诅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困扰 我的书里面就把重要的几个注 来做的比较 尤其到了《以诸锡》为基准 诸锡也不是所有的著作 他自己发明 他也很多是参考以前的 还有《以脉络解经》 你得看那时候的脉络 像有些时候讲话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有时候甚至是反译 那还有一些话是笑话 你要从幽默的社会看 这个讲话有很多种了解的方式 我想听各位同学 在成长过程早已经发现了这个 以前我们唱情歌 现在还有人在唱这五个 我从以前就不懂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那我就念了 我的歌声没那么好听 就是说你问我爱你有多事 爱你有几分去看一看去想一想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个歌 你觉得这个到底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呢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你初一的时候问他 十五时候问他 《月圆》的时候问他 《月圈》的时候问他 《月圈》的时候问他 都代表他的心呢 那要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 每次有人问我说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就是没搞懂 我到今天都搞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还是去问那个 叫你去看《月亮代表他的心》的那个人 那这是孔子方面的文献的讲义 我一直强调文献很重要 因为你认识的人 或认识的故事 常常就是你的根据的问题 就像你现在在网络上看新闻 你常常可能因为你自己的偏见 或是因为你看到的那个 网络的那个人的偏见 你的新闻 或你所看到的消息 就是有偏见的 我觉得这个是 各位要特别特别小心的 有的人开玩笑的话 你当真 这是很滑不来的